来 廖寻城 出生于马来西亚吉达州亚罗士达的一个贫困家庭 家中兄弟姐妹众多 她是老妖 排行第十 人穷志不短 廖寻城的父母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 因受父母前一幕化的熏陶 廖寻城从小便有一颗正义之心 他在父亲身上学会了一个男人应该有的担当 更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 我名叫廖寻城 我是属于第三代 我的父亲也是出生在马来西亚 我的母亲是出生在中国 我的主旧是广州 广州省朝安县 我的父母亲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是相当大了 因为他们的行动跟他们做人的态度都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们 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富士的家庭 但是我父亲他的担当 身为一个死个孩子的父亲 他都会尽量满足我们的需要 不管他多么苦 一次偶然的情况下 廖寻城哥哥的一句话 点醒了当时正在担任联合国中草药研究员的真菌学家 廖寻城 热衷于细胞岩繁殖技术的他 开始着眼于对灵芝的钻研 得益于马来西亚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潮湿气候和土壤肥沃等优势 八年磨一剑 经过精心的研究与试验 廖寻城从两百多种具有疗效之赤脂当中 筛选了最佳品种来研制灵芝 我哥哥本身是一个中医师 那么他了解到马来西亚其实气候跟潮湿度都相当相当地适合 重视灵芝 再加上我本身是有做细胞繁殖的技术在无极花 因为我都热成语在研究无极花 那么我哥哥就跟我讲 既然你已经有这个技术 为什么你也不赏识来用你这个技术去培育灵芝 所以我们都是在摸索的环境下 凭着自己在兰花的技术里面的心得 就是一直在赏识 又在失败了又在赏识 我总共拿了八年的时间 才把林芝的这个品质稳定下来 上世纪的九十年代 世界一彩分成 中国改革开放势头迅猛 商界汹涌澎湃 互联网在九十年代 也逐步得到更好的发展传播 1995年 廖寻成在马来西亚吉达州 亚罗士达创立了瑞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在众多发展的潮流中 他选择做灵芝 钻研真菌培植技术及衍生产品 我们取这个瑞祥公司这个名字 是因为它的含义是季祥如意 当我开始我的瑞祥企业的时候 我是有一个理念 把这个健康的产品 都能够延伸到其他的国家 很巧合 当我在试验的时候 刚好有一些林芝的水蹄起雾 跌在我的试验台上 我就烧了起来放在嘴里面 尝试一下 我觉得这个苦味蛮不错 那么我本身又是咖啡的爱好者 所以我就马上联想到 为什么我不把林芝 水蹄起雾放进咖啡 然后把这个介绍去裹完 那么我这个思维 过后 我就开始产生了这个产品 其实在廖种身上 你会看得到 它是一个蛮有道义 跟很有格际跟亮度的一个人 它拥有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那种美德 就是以孝涕识家 所以它本身也是一个孝顺父母 有爱兄弟姐妹的一个人 我非常以我爸爸为荣 因为我知道他现在做的事业 是可以帮助到很多人的 但我还是希望他可以抽出一些时间 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 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或者可以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或者可以多配配家人 历经多年的幽中选幼和52弹域中 瑞翔培育了独特的羽林灵芝菌种 从1995年瑞翔成立到现金 在获得消费者认可的同时 更将市场拓展至北美 欧洲 中亚 南美等全球100个以上国家 并以灵芝产品为核心 延伸出膳食补充剂 健康饮品和个人护理 三大系列百余种产品 畅销全球数十年 成为世界认可的灵芝领域著名品牌 实质名归 廖寻成也被大家称为 东南亚首位灵芝栽培首 最想企业对我来说 就是像我的孩子 这个也给我带来 因为我比较喜欢研究 那么我研究出来的灵芝产品 那么能够服务各个民族 我们也做了一个良知的事业 我现在感觉到我更加有使命感 把中华文化跟灵芝文化 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对于我是东南亚灵芝的第一位推广手的美意 我相信这是因为我本身开始在自己在研发方面 中置灵芝 那么花了那个八年的时间 那么过后我因为要精益求精 那么我们必须要成立自己的公司 来去体验灵芝 使它的质量提高 我希望他可以把这份坚持留到永远 因为凭着这颗坚持的心 他把健康带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对我来说 廖总是一个比较可信赖和尊敬的老板 因为在华东上我们会有很多国外的领袖 我们一起参加 那些国外领袖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他们收到不同的文化 但是当他们遇见廖总是 他们一次地有表露出那份喜业 他们的欢呼尊敬和信任是很真实的 所以他们给我的感觉 他们的态度给我认为说 廖总是自己关爱 诚实自信待人 所以才得到大家的尊敬和信任 瑞翔今天卓越的成就并非一朝一夕 他结合了企业家与公司团队的努力与合作 引领企业稳步迈向灿烂巅峰 瑞翔更是凭借多年来 务实经营的耐性与毅力 不仅在大马扎稳根基 建立其可靠信誉 更冲出海外 大放异彩 开拓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其实我们的经营里面 都像我们做人都一样 就是己所不一物事与人 我们公司的宗旨是 把健康跟财富 传播到每个世界角落 这无形中也使我有机会 能把中国的传统古老文化 传播给西方世界 那么偶尔他们会问我 are you Chinese Israel 我就会跟他们讲 yes I am 因为我真的毕竟是华人 所以我也感觉到 身为华人 那么我们有这个责任 把这个我们老祖宗 所存下来的美好智慧 跟美好文化 传播给西方世界 瑞祥的诞生 意味着这个世界上 有多了一个 为人类健康事业奉献的企业 目前 身为90后的瑞祥 依然在茁壮成长 不断得到权威机构的 肯定的同时 他依旧坚守本性 乐施行善 用实际行动 践行公益事业 公益是交有小做 大有大做 当我在 公司还在发展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已经 在做出了 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是 以我们的产品 免费给那些有需要 是的人 有机会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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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 那么 等我们的企业 有一定的规模的时候 我们就 因为毕竟 华文教育 在我们马来西亚 我们政府有赞助 但是毕竟 经费是不够的 我们 华人 必须要 凭自己的自身能力 尽可能 身为企业 协助 我们的华文教育 能够延期 给我们的下一代 那么 在同一个时候 我们也 把我们的能力 延续到 比较 深远的地方 就是在 将我们 有趣的国家 设立医院 以我们的产品 为主 去补助 那些真的有需要的人 身为马来西亚的华人 那么 又恰逢 马中建交 五十周年 我觉得 很荣幸 身为华人 那么我们 可以懂得 用 我们老祖宗 留下来的 做人出事的态度 那么 更 使我感到 比较 幸亏的是 在二十多年前 当我在海外 开闭市场的时候 西方人 是用比较 另一种姿态 来看待我们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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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